您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滋贤 Tnews联播网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来看到头条新闻是210公尺长的道路呢 地方足足等了有20多年 台中市大理区的公园街 居民要到公园和软体园区都必须来绕路 而市长卢秀燕在上任之后开始规划编列将近2亿元 终于在今年年底打通了 民众不用再绕路也省下10分钟路程 请用钱 台中市大理区公园街从东湖路到东南路 短短210公尺长路宽12公尺 这一段路地方足足等了20多年 市府编列近2亿元的预算 在今年底完成打通工程 我们编了将近2亿元的预算 那一方面来进行征收 二方面进行打通 那这2亿元的预算里面呢 其中有大概1500万 我们感谢营建署 那这个台中分处给我们补助 那这条道路一旦完成以后呢 对于周遭地区的交通疏解大有帮助 20多年前地方政府就规划公园街的道路打通工程 但征收费用实在太高 达1亿8300万元 再加上工程经费就高达近2亿元 立法委员协助向中央争取了1560万元 市府自行筹编1亿8000万元 超过总工程经费9成 今年1月底动工 9月初完工通车 再尚无巨星起伏仪式 要给地方一条安全又便捷的路 大理地区这是最后的一条生活圈一里路 那这个通了之后呢 它可以串联我们的软体园区 我们的东湖里还有附近的交通 甚至呢我们到74号都很方便 短短的210公尺 从东南路一直到东湖路 但是呢它效益非常的大 在压力通车之前 我们在这个东湖路到东南路 短短的200公尺 要绕到小巷 我们旁边的小巷道路 那个路宽没有很宽 非常的危险 造成我们周遭里面的不便 公园街打通了地方到公园 软体园区不用再绕到 省下约10分钟的路程 为地方打造更便利的交通网